今天是温宇达的第二期视频 第一个问题是来自微博的Chloe 她问俄罗斯排名靠前学校在国内的认可度高吗 然后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毕业之后如果好不好找工作 第三个问题是预科结束以后入系读大一会不会很吃力 就听不懂上课这种 其实为什么我会把它挑作第一个问题来回答 是因为她问的三个问题都非常的好 所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 只要你是在俄罗斯合法正规的大学毕业 且她的这个大学是跟我们国内的教育部是有合作 等你毕业的时候回到国内的教育部 通过了教育部的认证之后 你的这本学历才是真正的合法 然后是说国内的企业认可 这是第一 那认可的高度 这个是根据你的专业你的学校来去区别的 因为在俄罗斯有很多中和大学 当然要是有很多顶尖的专科类大学 这些都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莫斯科大学 那么这样大学肯定的口度会更高一点 毕竟她的排名她的地位还有历史就板在这 第二个问题就是到底回国好不好找工作 这个确实一人而已 每个人学习到的水平 每个人学习到的内容都不一样 但是只要你学好你的专业 你把你的耳语练好 还是找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在我们整个国家的大环境下 我们是很不缺少 就是不会有找工作难的这个问题 存在我认为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 学了一年预科入系以后 到底有否听懂 这个问题确实一人而已 每个人学习的能力都不一样 但是我肯定是每个从预科毕业的留学生进入到大一 无论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美国家人 他们很难听得懂老师到底在讲什么 因为第一年的知识很难 而且我们是跟俄罗斯人一起上课 所以老师会首先顾及到俄罗斯人 到底能不能讲得明白 但是也不要太着急紧张说 到底做大一能不能听得懂吧 慢慢来 然后要把专业的名词学会 然后多和医师本地的同学交流 让他们去给你们帮助 第二个问题是 欧巴伊尼巴问 在俄罗斯大学附近的电子房多吗 然后他要去上课大学什么 呃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 在大学附近的电子房蛮多 这个是由大附近 大大小小的电房 都有5到6都不得 第三个问题 E-S-O-L-Y-C-R-1 他今年在上课 他想在考俄罗斯大学的研究生 然后他问我应该准备什么东西 然后要求严格吗 申请能不能通过 以及过了亚识科 可不可以不夺预科 所以他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样是合法的 在国内大学毕业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 一些官方渠道 或中介渠道去申请 在俄罗斯的研究生 这是第一点 这是很容易通过的 这样的证件是没有问题的 前途下是没有 是不会有很大的阻碍的申请问题 第二点是过了亚识科 可不可以不够预科 其实问题真的 俄罗斯是一个讲俄语的国家 官方的授课语言也是俄语 除非你要选择一个英文授课的专业 否则你一定要读语年语科 这是毫必不了的 第一个问题是 他问一个有关于健康症的问题 就是那到底有没有用 然后会不会影响他的出入境 首先这个东西是非常有用的 在你第一次出国的时候 你必须要办一张出境的体检 然后这个是不可以逃避的 然后一定要去体检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等你去到大学里面 也要做一次学生的体检 这个体检的结果 会决定了你准备参加的体育效果 是哪些东西 因为在俄罗斯大学院 不是说想要报名什么体育项目 会报名什么 学校会根据你自身的升级数字来决定 你只能参加两名类别的体育项目 第五个问题是 帅气的小孩子问 学长我想问一下国内的手机 的国产手机在俄罗斯能不能用 当然是可以用 但是唯一的条件是全网通 只要全网通手机都可以 有没有问题 第六个问题是 他问他们学校组织去俄罗斯 俄罗斯奔萨国立大学做留学生交换项目 他想问我这个是不是业绩大学 首先在俄罗斯奔萨大学是国家设立的一所正规大学 他并不是业绩大学 而且他查了一下 他是跟国内的教育部是有合作的 所以你不要太担心 这里是一个合法的大学 第七个问题是 不吃小龙虾的洋方融问 学长你好 他想去俄罗斯留学生情奖学金有什么要求 会有多少入固 首先在俄罗斯身情奖学金是一个 蛮难的事情 因为每个学校对于外国人的 生情奖学金的要求都不一样 然后我们大学举例 所以有大的申请奖学金的要求是 每一个科目必须要达到四分到五分 最低是四分 然后才可以去申请这一个奖学金 其实这个要求别看只有四分五分 但对于外国人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难达到的一个分数 就在本地人他都很难去完成 所以你要申请俄罗斯的奖学金 那还挺建议你直接去申请国家基金 基金的项目来到这里学习 或者直接申请学校的公派生项目 因为其实奖学金并不是很多 往往像公派生 然后回答基金这样的项目 会有更好的条件 更好的代理嘛 对于想申请 就是这一类的同学来说 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第九个问题是 4444X问 他想去俄罗斯留学 请问伊尔夫斯科可以吗 其实伊尔夫斯科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 但是 唯一不好的就是那里非常的冷 所以可以留学来 唯一建议的就是 注意保暖 第四个问题 一只阿黄 阿问题 博主想跟你请教一下 莫大的花费到底多少钱 有人说21万 有人说9万 其实有关于一年的费用这个问题 我之前有做过类似的一个消费专题 你可以去看一看自己 第二 其实俄罗斯留学 真的成本并不是很高 但是你说花20几万 留学的人有没有 当然也有 这种就是没有上限的消费的事情 还是很多 但是如果你正常的留学 然后正常的吃喝 然后学习这样的话 其实用不到10万块钱 我认为 当然每个专业不同 这个根据专业在你沉上 你个人的消费水平 来决定你到底一年在俄罗斯留学 到底要花多少钱 第11个问题 可爱的 会不会只问 学长好 我今年9月底去莫斯科大学留学 他们老师说莫斯科的鸡不能吃 所以有很多鸡素 然后女孩子或长脖子 他问我是不是真的 然后 其实看到现在的问题还蛮尴尬的 到底 俄罗斯的鸡到底有没有鸡素 我其实不能保持 因为我也不确定 我说了这句话 我说没有 然后 他可能真的有 但我说有 他可能真的没有 但是我可以表现的是 他吃了不会长脖子 然后俄罗斯自己还是蛮健康的 俄罗斯对于食物的要求 还是蛮严格的 就是他们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他们 我说不订是什么 我说不认为了 这句话是不认为了 我说不认为了 我说不认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